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廖伟祥提出政见 要态换台中市国中小的老旧客桌椅 并且希望是引进国外新式的创意客桌椅 而对此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江兆国就回应了 说蓝营如果真的想要替换客桌椅 就不应该阻挡原先已经说好的三年期态换计划 边上课的时候边踩踏的这个客桌椅 这是一个部分 中午睡觉午睡的时候可以躺下来的客桌椅 如果全部以这四千块的这个造价来看的话 大概需要五点六亿的左右的经费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廖伟祥提出政见 要态换老旧客桌椅 不只要旧换新还要引进国外新式创意的桌椅 他们这个随随便便花的经费 或者是只要把打炸做好一点 上一年那个统计全台湾财损 因为打炸的财损 这个全球反诈骗联盟就有两千亿的财损 这些东西拿来换客桌椅我想一下就换完了 我觉得他们大概对台东市政府的预算不够了解吧 如果说国民党的三位立委候选人 他们要来提出更好的 或更先进的这些客桌椅的设备 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要拜托他们先支持 我们现在的三年期泰换计划 不要在议会的情形上 一直在逼教育局长改口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江兆国痛批蓝营扯后腿 指的就是这件事 你就已经答应江兆国的事情 现在遇到的党派不同 罗廷伟站出来跳脚 他可能指责你为什么业绩不做给他 要做给江兆国 结果呢 你马上跳出来说 没有要在三四年内来泰换客桌椅 台中市国中小老旧客桌椅泰换计划 教育局原先已经同意 要逐年编列预算 却疑似突然大转弯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不太想回应 因为为孩子争取更好的建设 这本来就是不分蓝绿共同的目标 面对客桌椅的争议 罗廷伟没有正面回应 选举倒数一个月 议员政绩大比拼 随着选情进入白热化 客桌椅的太旧换新 也成了选战焦点 记者赖文梁诗品华台中报道